开灯一下 今天呢是2020年的9月8号 现在是9月8号 现在是下午的14点21分 14点21分 我遇到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 买东西在淘宝上面买东西 然后买了付款了 然后对方说没货 或者说是一开始说是 一开始说是要加运费 加多少钱运费 加5块10块钱运费 然后第二个又说又说没货 这种情况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预见过 我是今天又预见过了 所以说我想拍一个视频 来告诉大家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就是这种问题 然后现在我开始 打 现在因为我是在淘宝上面买 那我就打淘宝的消费者客服电话 问一下到底是怎么怎么样 消费者客服电话是多少呢 我现在查一下 我用百度查一下消费者客服电话 因为我我也不是记 没有记这种电话的这种习惯 在百度上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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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宝 它就会出现天猫淘宝消费者热线 9510211天猫商家热线4008608608 然后天猫国际消费者热线 有一个商家热线 有一个国际消费者热线 还有一个天猫消费者 天猫淘宝消费者热线 因为我这个是属于天猫和淘宝网的消费者 所以说我应该打9510211 9510211 好现在我开始打 亲我在 欢迎致电淘宝天猫消费者服务热线 当前热线客服繁忙 您可能需要等待较长时间 我们为您准备了专业的在线人工客服 短信获取在线人工客服咨询入口请按1 继续等待热线客服请按2 重庆请按警号键 我肯定是继续等待的 当前热线客服繁忙 根据您的咨询记录 请问您要咨询的是 申请退款后 外交不处理怎么办吗 确认请按1 其他问题请按2 重庆请按警号键 退款及运费相关问题 请按1 账户问题如注册 密码登录等请按2 购买物流查询问题请按3 重奖真假确认网络诈骗 请按4 支付稿业务请按5 商家业务请按6 天猫超市问题请按7 化费流量充值问题请按9 重庆请按警号键 对款及运费相关问题请按1 1吧 账户问题如 请输入您要咨询的订单编号 按警号键结束 我就觉得这个订单编号 我哪能记得住啊 那一大串 所以说我直接按警号键 以前还是 您输入的订单编号有误 请重新输入 以前还是 订单编号您可以打开手机淘宝 点击我的淘宝 我的订单 找到想要咨询的订单 点击进行查看 请输入您要咨询的订单编号 再按紧 我在 您输入的订单编号有误 请重新输入 订单编号您可以打开手机淘宝 点击我的淘宝 再按紧 您输入的订单编号有误 请重新输入 随便输一个 随便输一个 随便输一个订单 按紧号 运费及运费险相关问题 请按一 到货及物流问题 请按二 退款及违权问题 请按三 投诉违权入口已关闭 请按四 嫌疑订单相关问题 请按五 重新请按紧号键 返回上一层 请按新号键 我按三 运费及轻 如果您与卖家产生退款争议 建议申请退款 等卖家拒绝后 直接在订单页面申请客服介入 我们会给您安排客服专家跟踪处理 重新请按紧号键 返回上一层 请按新号键 如讯人工请按九 结束请挂机 终于有人工了 按九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 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这首歌已经放了好久了 这首歌已经好几年都是这首歌了 对了 你为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我最近购买了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配件 一个手机的一个配件 然后我拍下来了 我叫顾客发那个商家发货 我叫商家发货的话 商家直接说 一开始的 以前的 一开始的时候 是说没有货 一开始说要加运费 然后二者这第二个 是说要说没有货了 这哪边好 咱们是买了什么商品啊 买了一个排线 手机的排线 因为这个价格都不高 是这个32.34是这个吧 我看一下 应该不是 今天刚买的 那你说一下 那你说一下 订单编号吧 今天刚买的是吧 对对 你可以查一下 你们的订单编号实在太长了 9月8号刚买的 对 多少钱买的 17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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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价10负17块 行 这个的话 商家这边给咱说的是 发不出货吗 现在 对 他说没有货了 这个的话 如果确实没有货的话 咱没确实离书 想知道 没有货 那可是他已经摆上来了 我 因为我是 我是从 我从那个 另外一部手机 就另外一个账户 跟他说 跟他说 他说没货了 然后 我又用 用我现在这个账户 跟他 跟他 他说 他也说没货了 那其实应该 这样子应该下架的嘛 是吗 对 这边的话 就是说 嗯 商家他这边的话 如果这边不下架的话 咱会员去 他这边不宜通知及时去通知的话 那可能后期的话 这个店铺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如果他这边 确实没有货的情况下 咱们这边 确实也是无法强制 商家这边给他发货的 第二个先生 我这边的话 就是考虑咱们是前台的优质会员 帮你去申请一个 实验的一个红包 后期的话 咱们可以申请一个配款 去其他店铺去购买 你看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我是想 我不可能每次都这样子 打电话 跟你们讲吧 就是说 既然没有货了 那就要 即时的下架 是不是 对 因为我是两个账户 我以为说是他生气的 他不想 就是说 不想发货了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从另外一个账户 我跟他 跟他说 我拍下来了 他说 要加 现在要拿货 拿货 还要加五块钱 我说 好 那我 后来我就说 那加五块钱吧 发给红包 发给他 发给他 然后过了一会儿 他说没货了 那遇到 这边的话 已经通过 通过万万的一个形式 通知上家这边的话 如果没有货的话 就尽早的去下架 这边的话 已经办了 又通知了 后续的话 就是说 这边帮你去申请了 一个10元的红包 你这边的话 可以申请一个退款 从一去其他店铺去购买 然后这个的话 是可以直接去抵用使用的 好吧 直接抵用使用 是吧 好好好 对对对 那这个有时效吗 三个月 半个月是吧 好好好 三个月 对 好 那今天的话 就不打扰你了 那多 你好 那多久到呢 多久到 多久这个红包到了 已经到了 你可以在红包卡 在里面购买上面 可以直接去抵用的 好好好 那打这个电话 还挺赚钱 还挺挺好 因为咱们是 前来的优质会员的 好 那这边的话 就不打扰你了 我是优质 再见 再见 我挂机是吗 请欢迎您对我们的服务 做出评价 非常满意 请按一 满意请按二 问题解决 不满意请按三 非常满意 感谢您的来电 祝您生活愉快 非常满意 哎呀 不知道有没有路啊 有路有路 我打这个电话呢 实在太好了 既然给我发了一个十元的红包 十元的红包 我因为我已经已经买了 那我现在 就就这样子吧 十元红 十元红包就这样用吧 申请了一个 他帮我申请了一个十元红包 好 那就好 那我重新再买一下吧 好这期就这样子 拜拜 还是 还是要跟 跟淘宝沟通的 不然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 既然 一刀一沟通 因为他说我是个优质会员 优质会员 所以说他给我申请了十元的红包 这个淘宝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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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